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把音乐分成很多种节拍 把节拍都默记在心里 和首语老师配合默契下 和给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表演演出 我是第一个跟健全选手同台竞技 并且得金奖的 得金奖? 对,盲人萨克斯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相约六时》节目 今年9月24日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 特别是所有的法国观众都感到震撼 赞不绝口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 台丽华和两名演员 一位是巴黎屋演员魏京阳 另一位是萨克斯演奏家王琪 我们先采访台丽华团长 然后分别采访两位艺术家 台团长好 中国残忍艺术团的这场演出呢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能跟我们谈一下吗? 这是我们团队 第二次来到法国巴黎来演出 已经时隔17年了 我们再次的来到巴黎 17年之前 我特别荣幸 接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和平艺术家这一份殊荣 那17年后 我是带着我的伙伴们 我的团队们 把一整台的晚会 我的梦 来给大家来演出 建中法文化年和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时机呢 我感觉这个意义非常的大 也推动了两国建交 这个文化呢是通融的 它的元素呢都是非常的相通相容的 感觉意义非常的大 那么这场演出啊 它在这个节目安排上 还有这个演员的这个挑选上啊 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啊? 现在我作为艺术团的团长 我现在呢不在舞台上表演了 我很多的机会 把年轻的 把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在舞台上演出 演出演员是非常优秀的 包括演出的编排过程啊 都是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元素 也加了一些 对和平 有爱 有好 还有各个愿望 像永不停跳我们的这个节目 它是根据和平的这种理念来做的 还有我们有敦煌元素的节目 比方说是相应这个舞蹈 它把中国的文化融入到里面 让更多的世界的朋友们 特别是法国的朋友 能够感受到中华的文化 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成立于1987年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是由三十多个喜欢表演的残疾人 他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 通过这个时候开始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一直到2002年这段时间呢 我们之前是一直是业余的 那么大家只要有演出的任务呢 都会从全国各地来会集中到北京 才训练 然后再到去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那么到了2002年之后呢 我们从业余的团队转向了专业的团队 不太像原来就是从各个团队里 各个地方去选人 那我们集中的统一的系统的去在北京训练 那么演员呢 我们是梯队建制 我们 我们现在呢 也有了自己的附属学校 2013年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艺术附属学校 我们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残疾演员的人才 从初中高中大学 这是梯队的建制 他们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学习 然后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演员出访了103个国家和地区 不管是到哪个国家 我觉得 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 相融相通的 因为我们特别愿意去了解不同的国家的文化 我觉得这些人权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魏老师好 欢迎做客相约六时节目啊 您在9月24号的这个演出中呢 给观众献上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巴黎舞啊 您这个一岁呢 的时候因为高烧啊 失去了听力 想知道您是怎么将这个优美的舞姿啊 与这个音乐啊 完美的结合起来呢 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之际和教科文组织总部去演出 我和我的伙伴们 为联科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我们精彩的表演节目 我和伙伴们虽然听不见 虽然是听障人士 我们在排练之前呢就经过了长期的训练 我们虽然听不见 但是我们虽然带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在困难面前呢 我们每个演员都非常的坚强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把音乐分成很多种节拍 把节拍呢都默记在心里 和首语老师配合默契下呢 和给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表演演出 所以说我们当时吧 在台上是不是就看到有两位女士啊 在那不停的打手势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他们 您在这个跳芭蕾的时候呢 是根据他们的手势来配乐的吗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 首语老师在旁边指挥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音乐 看得见的节拍 我们首语老师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音乐的起伏 强和弱 哎呀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您在跳芭蕾的同时 这个眼神还要 就是时不时的看这个 首语老师啊 是的 我们都通过余光 去看首语老师的指挥 哦那很难啊 其实这些都需要我们长期的训练和配合 不只是我 还有我很多像我一样的 伙伴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练习的 嗯 那么像这个 呃那天晚上演出的这个芭蕾舞啊 这么一段舞蹈 您和您的伙伴 要通过多长时间的锻炼 才能够达到那个 那天晚上的演出的完美的效果呢 其实呢我们在法国这段时间演出是我的梦整台的节目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节目元素 也有很多我们经典的舞蹈节目 我和我的伙伴们为了这次演出呢 已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去训练 您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演员 您呢是国家三级演员 曾经参加了2008年北京残澳会开幕式 还有2018年平昌东残澳会的这个闭幕式 还有2022年北京东残澳会开闭幕式等重大的文艺演出哈 而且呢您还是这个中国残联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 残联十一五优秀人才 这么多的荣誉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多的荣誉对我来说 不只是一个荣誉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鼓励 是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它带给我的很多的是 我自己身体上生命上的一个使命和责任 因为我知道我能走到现在 包括获得过这么多的荣誉 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还有后面默默支持我的伙伴们 残劲的朋友们 所以呢我代表 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代表我们群体 代表我们国家所有的残疾朋友们 想知道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巴黎舞艺术道路的呢 能不能讲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呢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要讲到我学舞蹈的故事 我想从我们艺术团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 牵手观音的这个故事开始说起 其实在这之前呢 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的非常喜欢 非常热爱舞蹈 但是呢我因为听不见音乐 我的家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直到我们艺术团在2005年牵手观音 牵手观音一炮而红的时候呢 我们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从这一年开始我就开始学习舞蹈 过了两年之后呢 就在我们艺术团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平艺术家称号的那一年的时候 我来到了艺术团 团里面根据我的身材 跟我的这个长处 觉得我特别适合跳芭蕾 所以呢就开始把我往芭蕾的方向去培养 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芭蕾 但我呢不止学习芭蕾 我还是学习很多的中国的其他舞蹈 那您练芭蕾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呀 我是从2009年开始学习芭蕾的 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多年了 嗯一开始练功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苦啊 是的学舞蹈的人都知道都是这样子的 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嗯您曾经说过啊 呃在艺术团我体验到了足尖鞋和芭蕾群带来的苦与乐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具体的讲一讲 首先啊先谈哪芭蕾舞给您带来的苦好吗 学习芭蕾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芭蕾这个舞蹈呢对舞蹈演员的基本功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呢2009年那一年正是我国建国60周年 我当时特别的期待能够在建国60周年上能够是把自己的舞蹈 所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把芭蕾基本功学好 同时呢也要立足尖 为这次60周年演出能够带上新的舞蹈 嗯所以在这短的时间之内 当时我受伤了脚崴了 嗯可能因为时间的不够 嗯所以我为了这次演出我私下里拼命的去练习 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过度所以带来了受伤 在当时脚都给肿了 嗯所以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特别的难熬 但是我心中是有这个动力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嗯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 我在舞台上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在羡慕以后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掌声 非常的热情对我来说特别的激动 也许是苦中作乐吧 嗯巴雷给我带来的快乐呢首先是对自我的这个苦的一个肯定 说明我成功了 其次呢就是我出访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巴雷作为西方的舞蹈 我感觉跳这个舞蹈可以促进我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种碰撞与交融 通过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从中呢我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文化的发展 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一面 作为我国残疾人的一张漂亮的一个名片 您在9月24号的演出中哈 用萨克斯给观众演奏了一曲《飞向月球》 那么对于一位失明的演奏家来讲啊 您是如何在舞台上展示您的才华的呢 嗯其实现在每一次登登上舞台 可以说我都是抱着一种 可以说抱着一份感恩的心吧 因为我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帮助 也包括我自己的父母 还有帮助我的老师 当然也包括我台下所有的观众 我觉得要是没有他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不会还能一直坚持到今天 那我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呢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是盲人的原因 嗯 看不到一些干扰 我觉得我在演奏的演奏的时候 会非常的认真和专注 我不知道我这份专注 在前几天的演奏当中 有没有让巴黎的观众感受到啊 那份纯粹 您是13岁的时候哈 因一场意外失明的 那么您是如何走上这个 吹奏萨克斯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呃 其实说起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算一个偶然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等于我接触音乐 实际上挺晚的 我是16岁的时候才接触音乐的 呃 怎么怎么接触到了萨克斯呢 就是我在16岁的时候去了麻人学校 嗯 麻人学校当时有一个管乐队 那么当时学习这些管乐的这些学长们呢 他们马上要毕业了 等于说这个管乐队就没有人了 嗯 那当时音乐老师就非常着急嘛 说哎呀这到底是谁能 这个来接这个班嘛 然后他看我个子比较高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管乐队 我说都有什么乐器呢 我问这个老师 他说有萨克斯啊 有什么各种大号啊 小号什么的 我就在脑子里飞快的去想 我在能看见的时候 我都见过什么乐器呢 哎 我说有一个呃 金黄色的像烟斗一样的 那是什么乐器啊 他说啊那是萨克斯 要么你先学两天吧 嗯 然后就是就是从那个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接触到了我平生的第一支萨克斯 就这样 嗯 为什么是萨克斯而不是别的乐器呢 因为好像我想了一下 我对别的乐器的印象不是很深 然后我觉得这个乐器的外形 当时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能看见的时候 觉得哎呀这个乐器好像 呃很很闪亮嘛 然后他又外形又很像一个烟斗 他这吹出来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 因为当时我很小 也不是很了解 就这样 当时到了盲校以后 他有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就正好学习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支萨克斯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发现 然后到学习啊 嗯 都是在盲校进行 有人专门培训你是吗 呃 因为盲校他有自己的音乐老师 那后来我也找了很多专业的音乐老师 因为盲校的音乐老师呢 他是比较综合性的 比如说他萨克斯呢 他也会一些 钢琴呢 他也会一些 是这样的 因为盲校的音乐老师都是属于这种综合类的音乐老师 那你如果想把萨克斯的技巧提高的更高 或者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你就需要找专门的 这个演奏萨克斯的萨克斯演奏家 来进行对你进行一对一的上课 据我了解 您是唯一的盲人萨克斯演奏家对吗 这个唯一是从就是 全国范围内来讲 还是全世界的 全国范围 也不能说是唯一的吧 现在应该说是不能 因为 是不是你给别人说的榜样了 确的说应该是这样的 我是第一个跟健全选手同台竞技 并且得金奖的 得金奖 对 盲人萨克斯手 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之后的也有 但是我确实是第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 很少人跟健全人去同台竞技去 盲人 他从事音乐专业的人很少 他大多数是从事比如说中医 这样的专业 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咨询 还有一些这个主持这样的一个 可能音乐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练习的过程实在太难了 太苦了吧 就是 苦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对这个盲人音乐家来讲是苦 还是说对所有包括非盲人的艺术家来讲都是苦的呢 我觉得对所有的乐器演奏者来说都算苦的 苦在哪里 可能对盲人来说要更加更苦一些 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举例子吧 然后你就像可能遇到一首曲子 那么我们把一个乐谱给到一个健全的演奏员跟前他对着谱子 他就可以演奏了 对吧 对 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看着谱子来演奏 那作为我们来说呢 我们是看不见这个谱子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就需要 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或者家人 你把这个谱子呢 一行一行的念下来 那我通过盲文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再把它背到脑子里 那所以说等于我们每 就是每一首曲子在台上诠释的每一首曲子都是我们背下来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多大的功夫 那么还有呢 就是因为我看不见老师给我做的示范 老师可能随意摆一个手型 他跟他的健全学上说 他说你看我这个就是这样吹 我这个口型就是要做出这样一个口型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老师说的这样的口型 他到底是哪样的口型 那我就需要通过用手去摸老师的手 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角度 什么状态 放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是正好的 老师说的不能过于放松 也不能过于紧张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他的嘴在演奏这个乐剧的时候 到底用了多大的力 他的气 那么在吹这样的一个音的时候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压和气流 我都需要通过触摸的方式 和反复的跟老师去询问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了解 所以我说这个过程它是确实是挺苦的 不后悔吧 没后悔过 因为我想您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萨克斯 是吗 是的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萨克斯在您的生活中占据了什么位置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就是我想说其实萨克斯它对我个人而言不仅仅是我的一个乐器 也可以说不仅仅是我的职业吧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平生的第一支萨克斯 就是属于我个人的萨克斯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他在买这个萨克斯 因为萨克斯这个乐器它其实还是挺贵的嘛 对吧 然后他在买的时候 我当时当然还是挺激动的来 我说您怎么给我买了这个呢 他说我们就是想有一天我和你爸爸岁数大了 哪怕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看到这个萨克斯的时候 你摸到它 你在演奏它的时候 就好像还是我们在你身边一样 所以萨克斯这个乐器 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乐器 它更意味着一份陪伴吧 更像一个朋友 我用它去表达我内心的一些情绪和一些状态 有一种很崇高的感情价值对吧 是 所以这条路你一定要把它走到底 我会继续坚持的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水滴石川 但我从来 其实我并不认为水滴石川 是水的力量 我只相信那是坚持和重复的力量 是什么特色的力量 原因是我们在这种区域里面 需要保护区货身的费вер是如此 聖划做的力量 我们一起在这种区货尤的人 就是谁 那边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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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